Hello 大家好,我是Pyger 大家應該都知道,日本的極安之殿堂Donkey 去年在香港開了第一間分店後,不用一年 好像就已經抗爭了三間分店了,對吧? 接下來還會抗爭六間分店在香港 澳門也好像會開一間 前一陣子就在YouTube找回很多去年Donkey開幕的影片給我老婆看 我老婆是非常震驚的 即是那些打完蛇餅要排三四個小時才進到Donkey的影片 非常震驚 突然間就發覺我們 原來好像在日本都很久沒有走過Donkey 沒錯,我們今天是要去Donkey的 我記得我上一次去Donkey好像是一兩年前的事 那次好像是買健身奶粉的 那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要去的Donkey是在我家附近的 我家附近走15分鐘左右就會到 其實我家附近除了走15分鐘就會到Donkey之外 它還有Nitoli Nitoli Nitoli即是日本的IKEA 再走前一點,其實還有EON EON 和伊藤洋華堂 伊藤洋華堂可能大家不太熟 它都是一間日本的大型物貨公司 其實它在中國成都好像有開分店 好像是 好了,其實走了一會兒就到Donkey了 原來它是MegaDonkey MegaDonkey跟普通Donkey有些不同 它是主要是賣一些生活用品 但其實我剛才都跟大家說了 我家附近有很多百科公司 家具店也有 其實沒必要是特意走到Donkey買東西都行 走了10分鐘左右 那我們走進去看看有什麼賣 它店裡好像只有1樓 店裡好像只有1樓 1樓是賣些什麼 我們到處逛逛一下 這隻好像挺好吃的 淡淡麵 哇,這隻Abysse很便宜 6罐裝成4匹 賣4400日圓 哦 好像還比亞馬遜還要便宜 不錯不錯,Donkey 原來這麼便宜 它比超級自成還要便宜 咦,原來有2樓的 我們去2樓看看 其實外面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大 但其實這間店也挺大 這些可以用來做章魚燒 多少錢一個 3000日圓 有一個情熱價格標誌 其實是Donkey自家開發的商品 是會比外面一般同樣的商品 是會比較便宜的 據我所知 大家需不需要買一個章魚面具 哇,野路死虎 那些飛仔頭 我不知道有沒有小熊圍尼 其實現在走到 在Donkey走到一個圈 的確是它超級市場買的 食物是會比一般 超級市場便宜一點 走Donkey其實也挺開心的 其實是挺不錯的 如果平時沒有工作的話 只不過就不會買東西 在這裡很少會買東西 為什麼呢 它的東西雖然是真的很有趣 但是買回家 是真的很阻定 其實買這些健身奶粉 我覺得在亞馬遜 買都應該會很便宜 不一定 都不用說一定要去Donkey買 買 即是你買完又要拿回家 即是你買完又要拿回家 這些是比較廉價版的波鞋 大家看看這個Gregory的背包 現在好像在做特價 這個好像在外面賣 如果在正常店舖 好像都兩萬日圓左右 好像要 這些小袋 這些小袋 好像在賣三千 四千日圓 大家不要搞錯 這個是用來按背脊的 這個 來到Donkey一定會有的東西 好啦 那我們在Donkey 就走了一個圈 其實跟香港有什麼分別呢 我就沒有去過香港 所以不是很清楚 但是應該都差不多了 那影片來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意見的話 歡迎留言 還有不要忘記 讚好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